漂亮女人为了维持容颜 咬牙给自己注射了蛇毒血清 只要一针扎下去 就会变得年轻十岁 可这种血清却有极大的副作用 那就是会变得杀人如麻 只有经常拔萝卜才能缓解 阿丽是一家公司的保险推销员 凭借着惊人的美貌和身材 她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成功坐上了销罐的位置 为了庆祝自己升职加薪 她请好闺蜜兼同事单单 一起来到舞厅喝酒庆祝 高大强看着妩媚的两姐妹 不由自主地凑过来搭话 没几句话阿丽就和她看对了眼 两人一起来到厕所 开始练习广播体操 然而战斗的号角刚刚吹响 高大强就被同事的电话叫走 原来又有一个负伤离奇死亡 警察们推测她是失足致死 随后经过法医鉴定 负伤生前打过激烈扑克 而且由于中了蛇毒 中枢神经遭到了严重破坏 高大强作为一个高级督察 很快就想到了另外几起案子 因为这几个死者生前 都曾购买过同一家公司的巨额保险 但受益员却不是自己的家人 而是一个远在国外的神秘人 为了摸清保险公司的底细 高大强让手下假扮成富豪 女推销员听说 她是十几家棺材铺的老板 屁颠屁颠地找了过来 手下刚想和她讨论下细节 就被女推销员打断了 随后两人就拔起了萝卜 被榨干的手下逃到厕所 难怪有这么多人买保险呢 与此同时丹丹为了充业绩 直接穿上了自己战袍 学着阿丽的那一套推销模式 去找了公司最大的客户 不得不说丹丹确实有一套 很快就拿下了这个大订单 而被请到警局的阿丽 却没有一点心虚的痕迹 做得这么自然 一定是经常来警局 你们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这么重病 有两个可能 第一 我一定是清白的 第二 我一定跟警察 你们认为呢 随后潇洒地离开了警局 可刚回到公司 就发现自己的老客户 被丹丹挖走了 他不甘心地去找王老板 我已经加宝额了 你还盯着我干什么 你们烦不烦呢 王老板 要加宝额也不通知我 难道我的人不听使唤 钱是我的 但求我玩得开心啊 小姐 你年纪不小了 我那件粗活 留给年轻的做吧 于是他又找到丹丹 真能的 王老板这么难招呼的人 都能摆平 你老是叫我努力 不像你学的 你真能的 可以牺牲了 回到办公室后 阿丽气坏了 为了不被丹丹比下去 他再一次拿出了蛇毒血清 女人为了维持美貌 居然往身体里打蛇毒血清 打完后的阿丽变得光彩照人 就好像年轻了十岁一样 可随着长期的注射 阿丽身上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这天他正准备外出谈业务 正好撞上一群人在抓蛇 随后一个不小心 手中的硫磺粉就撒了他一头 闻着这浓烈刺鼻的气味 阿丽瞬间失去了理智 他开始像蛇一样在栏杆上翻滚 好在高大强及时接住了他 还好心帮忙送他回了家 刚进门阿丽就推开了高大强 直接把自己锁进卫生间里 一连注射了四只蛇毒血清 这才慢慢平复了下来 随后他联系了张院长 就在这时高大强推开了厕所门 阿丽赶紧谎称自己得了肾衰竭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有这种病 你答应我好不好 好 我答应 可高大强刚刚离开 他又开始像蛇一样扭动 第二天法医的鉴定报告出来了 经过对比每个死者的体内 都有蛇的DNA 因此他们决定对保险公司的职员 逐一进行抽血化验排查 阿丽为了避免事情败移 就把丹丹叫到了办公室 丹丹一听笑容消失了 毕竟他拿下客户的手段并不光彩 高大强看着拒绝化验的名单 开始起了怀疑心 正在这时阿丽约他去喝酒 当看到丹丹也在午听时 阿丽以人太多为友 带着高大强来的电影院 期间他故意打翻高大强的饮料 随后又把自己的递了过去 毫无防备的高大强一饮一尽 很快就沉沉睡了过去 等他被阿丽叫醒时 电影已经结束了 可就在他做饭的时候 高大强劝他赶紧去宴血 阿丽为了避免事情败率 直接把沙拉摔在地上 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折腾 瞬间让高大强没了脾气 好不容易安抚好了阿丽 高大强又接到电话 说是歌舞厅里发生了命案 可就是这个说很忙的男人 下一秒就和丹丹走进了房间 为了拿下这个超级客户 丹丹也算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然而等他醒来时 王老板却领了喝饭 随后丹丹就被带到了警局 你们要怎么样才相信我 我只是我要派你的大客户 挖走了这些大客户 接着就把受益人转成神秘人 再杀了他们 然后到外国去收钱 是不是 不是啊 真的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 好 我带你去验血 看你怎么敌了 这时丹丹突然想到 这一切都是阿丽教他的 于是他把自己的怀疑说了出来 可高大强却不相信 因为昨晚阿丽一直跟他在一起 丹丹为了证明清白 情急之下抢走了警察的枪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串通好了 别逼我 把枪放下 就算你杀了我们也逃不掉他 没人能帮你 除了你自己 把枪放下 认罪 丹丹眼看没人相信他 就扣动扳机以死明治 这举动让高大强陷入自我怀疑 于是他又回去找阿丽 可别墅里早就人去楼空 接着他在卧室的枕头下面 发现了一台遗留下来的手机 看着里面的短信息 他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高大强来到王老板遇害的歌舞厅 开始给手表定时 他反复往返于歌舞厅和电影院 通过对比这段路程花费的时间 发现阿丽才是幕后真凶 因为他在电影院睡着的那段时间 完全足够阿丽往返一个来回 他极有可能就是趁着这个时间 把王老板悄悄解决 随后又趁着丹丹正在洗澡 直接将人捂晕在地 伪造成丹丹持凶杀人的场景 想通这一切后 他将阿丽包裹伤口的纱布 交给医生进行化验 看着变成蓝色的容易 阿丽是凶手却早无疑了 另一边阿丽来到了实验室 吴小姐 蛇血血清养盐 研究小组呢 宣布失败 彻底解散了 失败了 不一定 我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药的副作用太厉害了 你看看我 我要告诉你们了 啊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对于有什么好处 你放心 留在这里 我会尽量治好你的病啊 而经过警察的搜查 在阿丽居住过的房子里 找到了一个小铁盒 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宝单 投保人正是之前遇害的几个负伤 高大强在冷静过后 来到了阿丽所在的研究所 此时的他被蛇毒破坏了中枢神经 不仅不记得任何一个人 还变成了80岁的老太太 电影也到此结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因此与您的支持者 这个环境可以注意的